位在南港车站旁边的瓶盖工厂 起源于日治时期 是见证南港区工业发展的历史遗迹 而这栋块木屋顶的楼房 有一半会被拆除 市政府将会依照都市计划 开辟十米道路直接穿越过去 目前按照都市计划所划定的计划道路 跟文资保存之间的文资保存 它是不冲突的 虽然我知道大家很想把整栋都保留下来 但是因为这一块 大概从这个地方开始过去 它并不在文资保存的范围 那我们的大概做法 目前大概就是会 我们会把航架 一半这个地方的航架拆下来 但是会原样的保存 我们会放到保存的范围里面 那边的那面墙 我们会整个缩进来 换句话说 未来假设没有变化的话 我们的洞工下去 整个这个机动这一洞范围 大概就是缩减的 将近二分之一这样的一个范围进来 由于市政府即将从九月份开始动工 长期捍卫 瓶盖工厂全区保留的公民团体 和市议员李燕秀 特别到现场召开记者会 并请来立委陈学胜帮忙 希望市政府不要在这里开辟道路 让历史古迹被穿长迫度 他们现在连这一块一半的南基地 他都要把它划分出去开发 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不站出来的话 以后我们留下来 就大概只有前面这几栋而已 其他全部通通都不见了 如果开辟十米的计划道路 它并没有连接南港 包括中校东路 新南路 它并没有连接 它不过是整个瓶盖工厂全区里面的一个通道 一个通道 它并没有解决南港真正的主要交通问题 它也不会是主要干道 这块基地不只是只有 居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栋 它是主要的历史建物 它后面还有二三十棵 比现在大巨蛋 所有的22棵很重要的老树 我们这些后面的龙树比它的年纪还要老 市议员呼吁台北市长柯文哲 不要忘记选举前有承诺 要全区保留瓶盖工厂 选后却执意要开路 将会串联地方居民抗争到底 也会将请立委和中央文化部介入 争取保留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港瓶盖工厂 记者许超雄 台北报导 对不起 吓到你 都怪BB宽评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BB宽评120枚 每月888 送炫彩HD套餐 让您看电影 风运动 玩综艺 还有脸红加心跳 在八年免费建置WiFi 让全家都可以同时上网 还送1000元7-11商品卡 快打电话找BB